我们没有见过面,却因为电波而相识。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就多了一个朋友帮你分担。 不管在美国的日子是苦是甜,都有我陪着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明明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明。 有什么话想要对明明说,欢迎给我发email,或者是给我的工作手机发短信。 我的email地址是mailbox明明atgmail.com,工作手机号码832-847-5372。 朋友们,明明的短视频平台已经开辟了,大家如果想看一看明明长什么样子, 也想看一看短视频里更多不同的内容,欢迎在微信视频和YouTube上搜索, 明明在美国,在小红书和抖音以及TikTok上面搜索,明明信箱就可以找到我了。 在今天的明明信箱节目里,我们分享手机尾号是0990的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烦恼。 他说明明你好,就快要过圣诞节了,可是对于我来说, 每年的圣诞节却是一个极其难熬的日子,因为我和男友已经恋爱四年,同居两年了, 每年圣诞节都要回到他的母亲的家,在另外的一个州,不肯带我回去见他的家人。 他是一个美国人,我是一个华裔,我不知道是不是文化的不同还是如此, 当然他跟我解释过说是因为他的家庭是个大家庭,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 据我所知呢,他的父母已经没有离异,但是在同一座房子里在分居,感情不好, 然后好像妈妈在外面还有一个男朋友,总之呢一大家子人关系比较复杂, 每次听他讲起家里的事情呢,总是感觉好像一团麻这样的感觉, 因此他说,让我不要想太多,圣诞节不带我回去见他的家人, 是不想让他去参与进去这些家庭关系的这个烦恼, 他自己呢就是回去看望一下妈妈,让我这个和朋友们一起每年过一个圣诞节, 那么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事情好像还可以接受, 可是现在呢已经同居了两年,在一起已经四年了, 呃,这个0990就说,明明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很盼望他能给我一个说法, 可是现在我没有看到他有任何要求婚的迹象, 我本以为在一起这么久了, 今年是不是也可以带我回去见见家人, 我们是不是也该要要步入一个另一个这个婚姻的状态了, 他却没有这个意思, 呃,他是不够爱我吗? 我,我应该怎么做, 呃,可是这个圣诞节我心情也真的是很不好, 很想跟明明一起就聊一聊啊, 好的,0990啊,非常非常感谢你的信任, 呃,这里行间我感觉你应该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 有时候我就觉得,呃,为什么有一些人不喜欢找淑女, 就是因为淑女经历的事情很多以后变得比较狡猾, 或者是说更加的成熟,呃,不用说什么我这个这个这个吃的盐比你走过的桥都多这些事情, 但是真的我是觉得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就是如此, 和二三十年前这个这个刚刚成年的我比较起来, 我认为现在的我成熟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还有我的听众们的经历, 我身边朋友的经历, 你看到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残酷的现实, 而不是活在小的时候我们独到的王子和公主就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一个美好的设想, 现实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很让人抓码啊, 还有一些是非常非常让人更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你们看来还是属于这种小男孩小女孩年纪轻轻不是小啊, 就二十多岁三十出头这个样子恋爱恋爱的时间,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啊, 有时候男性呢他的心智成熟要比女性晚, 就是说小时候就是这样, 你看我养孩子我也发现了, 女孩呢他就懂事比较早, 学习也知道努力, 然后就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男孩子这个有的人说到四十岁啊, 心里才刚刚成年啊, 刚刚成年, 所以你身边这个dating的这个男朋友啊, 又是个美国人, 这个年龄了, 他可能很多事情, 他的心智, 你不要对他有太高的期望, 认为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到了什么时候了, 你该负责任, 你也该成家立业了吧, 首先他是美国人啊, 美国人的这个家庭观念, 和我们亚洲人或者华人就有很多的差异和不同, 我们华人到一定年龄了, 父母都会催婚啊, 你这么大了还不结婚啊, 这个女朋友都谈了这么多年, 赶紧给我抱孙子啊, 你不急家里人都急还要催你, 可是美国人呢就不会这样, 就但凡你自己选择说, 就这个状态不会有人去那么愿意管你的私事, 当然有一些妈妈啊, 也会这样催儿子催女儿, 但是这个只是建议啊, 不会像中国那个一会儿寻死上吊的, 逼你结婚逼你生孙子的, 所以呢, 这个他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心智, 没有那么成熟, 没有ready, 没有准备好要成家立业, 负起责任的一个男性, 所以你不要对他的期望太高, 如果说你的目标很明确, 你真的是想找一个人结婚, 然后你的目标呢, 也是要做妈妈, 你非常强烈的有这个愿望, 想要要自己的孩子, 那我觉得这个要求真的是不过分, 因为在女人的试婚年龄里, 试育年龄是非常重要的, 男人到60岁, 他还能找个年轻的太太生孩子, 女人我们过了这个40多岁这个年龄以后, 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所以在你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目标很明确, 婚不婚姻这个事情在美国倒不是第一重要的, 就是说你如果确定自己想要孩子, 这一辈子你想做母亲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女性她就是有这个deadline, 就是有这个时间的这个limited, 时间的一个黄金时短, 所以你在这个二三十岁最黄金的事于生育的年龄, 如果一旦错过了, 那你很有可能在40岁, 不管是你再恋爱了, 还是你那个时候想要孩子, 你不一定就能怀得上了, 尽管现在试管婴儿也是很先进, 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很多人尝试过多次, 一旦女性的年龄这个增长, 你的卵子质量不好, 那就算有精子, 精子质量好也是很难受孕, 也很难成活的这个胚胎, 失败的率子非常高, 所以女性的这个卵子质量, 实际上就在二三十岁这个黄金年龄, 是非常重要的, 说了这么多呢, 就是为了说提醒你,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想清楚, 你是不是一个一定很想要孩子的人, 目标明确, 如果是的话, 趁着这个圣诞假期, 他又回家了, 他想回去就回去, 他不想带你, 你真的不用巴结他, 这个事还就是这样, 你越这个天平, 你就在低下的地位, 自己悲哀到尘土里, 求爷爷高奶带我去回家吧, 可怜兮兮, 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时候他就更加瞧不起你, 或者是说大男子主义就来劲了, 我就是大鼻子灰, 这是我的家, 我要带你就带你, 不带你就, 他对你这份感情, 你可以说他并没有完全的尊重你, 他有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如果说两个人刚认识一年, 他不带你回家, 可以理解, 两年也就OK了, 超过两年你还同居了, 这等于两个人感情已经进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了, 这种情况同居两年还不要带你回家过个节, 过个圣诞节, 我觉得这事真的是过分了, 换做我是绝不会接受, 你呢忍气吞声就忍了这个四年, 还盼望着他向你求婚去如何, 我就跟你讲啊, 0990我的妹子行行吧, 这个人如果说跟你在一起四年了, 连最起码的这种责任感和尊重他都不给你, 你还指望后面什么, 你指望他那个求婚的钻戒, 你还就算来了那个钻戒了, 你眼巴巴判来了, 结完了这个婚, 这人我都可想而知能成什么样子, 就婚前按说是这个荷尔蒙高涨, 是对你最好的时候, 你一定听我的话, 我是经历过婚姻的人, 恋爱, 结婚以前那是对你永远是最好的时候, 婚后也有丈夫多年还对妻子很好, 少知又少, 凤毛麟角, 大部分人是对你最好的时间就是结婚以前, 结婚以后就会得到手了, 慢慢就会变了一些, 那也是正常现象,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期盼现在都对你这个样子了, 婚后会对你更好, 只会更糟, 这种我行我素, 不考虑你的感受太过自私了, 然后呢, 你如果考虑清楚自己是一个想要婚姻, 想要孩子的女人, 你跟她四年, 我就不要说一些难听的话了, 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站着什么毛坑不干什么, 这个把你就霸占着, 你就不available, 你想要找一个正确的人, 你现在都没有机会, 你是一个有同居男友的一个女性, 你是不能现在没有办法去交往一个正常的接纳其他的男人和感情的, 那他又不对你负责任, 他又不想结婚, 又不想生孩子怎么办, 你这青春一去不复返, 所以呢, 这个圣诞假期你在家好好想清楚, 拉清单, 我每次就是说, 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把它写下来, 等你全写完了, 写清楚你的烦恼在哪, 为什么烦恼, 你的愿望在哪, 其实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因为你很清晰的看到白纸黑字, 你写下来你的烦恼是什么, 我想结婚, 我想要孩子, 我想要一份稳定的感情, 我想要一份承诺, 好吧, 所以这个圣诞节呢, 先让他踏踏实实的过节, 等他回来, 拿着清单好好地跟他谈, 同时呢, 除了谈以外, 你要做好准备, 随时有这个解套, 离开他独自生活的能力, 所以女人这个辈子啊, 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 永远不能丧失掉独立生活的能力, 只有老娘不撩你, 我不需要你给我买房, 不需要你给我买车, 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有底气, 经济独立, 然后呢, 跟他平等谈判, 但凡呢, 你是说, 哎呦, 离开他, 我房租都付不起, 离开他, 我这个, 这个, 他把我每个月付的这一半的, 什么生活费, 我都都都如何如何, 那是另说, 你一天吃软饭, 就是受制于人, 人家就是不能够尊重你,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如果是经济上, 需要依赖对方这种状况, 那妹子什么也不说, 有这个烦恼的那功夫, 撒鸭子出去干活去, 能找兼职找兼职, 能学习学习, 能给自己增加什么能力, 增加什么能力, 去赚钱, 去独立, 打开一片自己事业的江山, 和独立的这个能力之后, 你才能够平等坐下来, 跟他去谈判, 谈崩了, 大不了就分手, 是你搬出去, 他搬出去, 这个该做最坏的打算, 该要搬出去的住的地方, 先找一找, 看一看, 咨询咨询价格呀, 然后问问租这个新的住的地方,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你的信用是不是可以租啊, 还是找个朋友家落脚, 朋友家租一间卧室啊,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准备好, 之后再去跟他谈判, 因为谈判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接盖子的时候, 行就行, 不行拉倒, 不行拉倒, 老娘搬出去了啊, 可以给你一个三五天的考虑时间, 而且呢, 有的人经常还就是这叫什么最后通牒啊, 还就经常达到目的了, 都在一起四年了, 您想怎么着, 男人我跟你讲, 他该得到的都得到了, 他为什么还要付出那么多, 对于这个男人来讲, 如果说经济又不是特别的富裕的话, 他乐得现在的这个容易和easy, 这个女孩啊, 这个日劳日愿跟我四年的感情也稳定了啊, 稳定的性生活, 稳定的陪伴啊, 有人给做饭, 有人陪, 那个他不提求婚的事, 你也不提他高兴的不得了呢, 结个婚意味着很多的责任, 或者是说就一棵树, 为一棵树失去整片树林, 他还没准备好为一棵树失去整片树林, 还想这个两边都站着, 所以他乐不得的, 所以他什么都得到了, 他为什么还要再付出更多的承诺和钻戒呢, 很多人就不会这样了, 只有当他意识到他再不给你承诺, 他要失去你的时候, 很多男人就在这个时候震动之下啊, 不得已才求了婚, 但是妹子啊, 我就告诉你, 就这种婚, 你逼来的, 也不能说是逼来的吧, 最后通牒也好, 怎么样也好, 就是特别被动勉强的, 他求了这个婚的, 婚后的日子也能够可想而知, 他就不会一直都不会是一个, 一个热情高涨的丈夫, 你就别指望婚后, 婚前都这个样子了, 婚后他能变一个人啊, 这个结了婚了就负起责任来了, 结了婚了就如何如何了, 不要期望太多, 很多时候只会更糟, 只会更糟, 所以呢, 现在没别的妹子, 0990啊, 先去经济独立, 做好最坏的打算, 然后呢, 你才有可能赢得下一步的机会, 就是说最坏的打算就分手啊, 分开各国各的啊, 然后呢, 你也单身了, 你可以在available去找, 能够适合你的结婚的对象啊, 能够当孩子他爹的, 不要耽误自己的青春, 在一个不负责任, 没有承诺, 三步的这种男人手里, 真的不值得, 好吧, 另外呢, 呃, 女人们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一个, 一个真正的一个女性的力量, 一个真正的自由, 就首先是经济的独立和头脑的这个自立, 意味着你有选择的权利, 你可以选择说不, 也可以选择说yes, yes还是no, 然后选择之后, 你有能力去承担这个后果,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敢对对方提条件, 或者是说恋爱的过程当中, 一个失衡的这样的一个天平, 很多时候是跟我们内在的力量缺乏有关系的, 呃, 很多人, 我不知道0990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独自生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是个很喜欢自己的人吗, 其实呢, 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童年的阴影, 比如有人说你长得丑, 你太胖, 很多人不爱照镜子, 你发现了没有, 甚至男士也不爱照, 女士又不能看这镜子, 一看这么丑, 其实有的姑娘长得很好啊, 她就是这个挑挑截截, 自己不敢照镜子, 没自信, 看了自己觉得, 哎呀, 我眼睛不够大, 哎呦, 我鼻子不够挺, 哎呦, 我这脸是不是太大, 哎呦, 我这胸不够大, 不够丰满, 就总之看自己各种不顺眼, 最后造成了就是不敢看镜子, 另一种呢, 就是我这种的, 就是超越过来了, 是自恋, 哎呀, 这一天不照镜子, 不看看自己, 都觉得少点什么啊, 最喜欢的人是自己啊, 过分, 但是呢, 宁可自恋也不要这个自卑, 因为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你喜不喜欢镜子当中的这个自己, 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当你自己做错了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原谅自己知道, 这个是个人, 我们都有可能会出错, 不可能什么什么都做的天衣无缝, 这就是一个自我的力量, 和一个和自己相处的关系, 你知道吗, 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跟自己相处的融洽, 又非常的舒服的话, 实际上你跟另外一半呢, 相对这个关系也容易成功, 也容易舒服, 当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都同居了两年, 一共恋爱了四年了, 你扪心自问, 自己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是一个人待着更舒服, 还是两个人待着更舒服,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压力感, 是不是就总担心自己哪儿没做好, 我是不是不够漂亮, 我是不是最近又胖了, 我是不是不够性感, 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满足他, 当你总是这些, 这个这个, 对自己的一些怀疑, 或者是不认可, 在这儿去波涛汹涌的时候, 你就会自寻很多的烦恼, 然后你都会看不到你有一张这个绷着的神经紧张的神色的这样的一个脸, 然后你跟对方一起生活的时候, 自己也活得无比疲惫和辛苦, 你这种辛苦, 他也能够感受得到, 也有可能这也是他迟迟没有想跟你进一步天长地久确立关系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如此,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 人一生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不断的学习成长和修炼的过程, 到如今这个年龄了, 我也不敢说自己百分之百, 但是走过了很多条类似的这个道路, 到今天已经慢慢磨练的自己变得日趋的去完善, 我想这时和我做心理健康节目这么多年, 十几年以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除了帮助别人,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帮助和疗愈了自己, 让自己慢慢的变得相对的这个女性的力量和内在的力量越来越完善, 所以我是一个人可以跟自己相处很愉快的人, 我有那么多的兴趣爱好那么多的朋友, 每天忙得不得了就是可以活得很开心, 所以我对于男人或者说对于另一半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不会就是说当然也会找自身的一个问题或者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我不会妄自菲薄, 而且男人有时候变心不是因为你的问题, 你再完美你看那个那个电视上, 我们经常聊聊这些爱八卦你就知道, 那么美的人又成功又漂亮又有钱, 老公还是出去花, 家花没有野花香, 什么女人再美得到你了, 她就不懂得珍惜, 她天生的这个这个就是要到处留种的这种劣根性, 就造就了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状况, 当然我不是说是你的男朋友, 但是就是这样讲啊, 当一个男人对你不认可或者是变心的时候, 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这就是一个本性, 当然有一些男性呢, 这个从小的原生家庭啊, 环境啊, 教育啊, 教养啊, 个性是不一样的, 一些幸福家庭长大的孩子, 男孩子, 他的父亲做了很好的这个榜样, 对妈妈关爱有加, 对孩子关爱有加, 感情上忠贞专一, 这样的家里的儿子就很自然就学会了父亲这样, 如何去照顾女性, 如何去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一个男子,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男生都这么幸运, 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所以不要对对方有太高的期望,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是什么, 活得自我一点, 不要天天考虑, 这个是不是我, 这儿不对了, 那儿不对了, 你这个叫什么削足势铝是不行的, 把脚削了, 是适合那个鞋, 你只是这个鞋不合适, 换一双舒服的鞋好不好, 千万不要去折磨自己, 所以呢, 这一个圣诞假期, 除了找好朋友们相聚以外呢, 我也告诉你一些, 这个一个基本的方法吧, 就比如说对男朋友, 你平常比如说天天是问候, 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 和一个什么样方式, 有的人呢, 是一般比如男方主动, 天天发问候给你, 有的时候女方比如说你每天发, 你先打, 哎, 你这一礼拜你就给他放一放, 他不问你, 你也不问他, 我就人间消失, 然后呢, 如果经济能力允许, 我建议你这一礼拜玩玩, 不是完全的失踪, 就玩点跟平时不太一样的, 平时是你打电话我就在, 你一问我就告诉你我干嘛, 你说我就是我在家待了一天, 看了一天电视, 我今天见了谁谁谁你也认识, 不要就是这个倒豆子一样, 让他一眼看到底, 这一礼拜就让他神秘一点, 打扮的特漂亮, 拍点自拍照, 发个社交媒体, 在你男朋友能看到的地方, 比如说你们都有Facebook, 自拍一下, 今天吃了一个美餐, 明显的照在桌面上, 是两个人的餐具, 还有酒杯, 然后呢, 你这个打扮上, 平常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 都很少穿的漂亮衣服, 甚至今天出去买一件, 特漂亮的裙子衣服, 做一美甲, 然后拍一个自拍照, 或者是拍一个桌子上的餐, 搭着你这个美丽的指甲, 拿着一个红酒杯, 一看两个酒杯, 其实呢, 你可能就跟闺蜜吃个饭, 但是就拍这么一照片整个景, 然后呢, 弄好了之后, 你就这个上面发, 某某某餐厅的菜, 真好吃啊, 这什么什么酒, 味道不一样, 一看呢, 很injoy享受你的时间, 然后呢, 这个时候大概男朋友就会有危机感了, 就想, 我这一个礼拜没在家, 他在忙什么呢, 是不是跟谁在约会啊, 他马上就开始有了这个危机意识了, 所以这一个礼拜放假, 他回来之后, 你再跟他摊牌, 他很有可能会意识得到, 你有可能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了, 他意识到危机的意识了, 所以男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争争强强的时候, 他开始雄性的这个本性来劲了, 要这个宣誓主权, 怎么宣誓主权呢, 这就是结婚啊, 这就是给你个名分啊, 你是某某某人的太太啦, 这是其中之一的方法啊, 所以你当然也要分析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适合你做结婚对象和孩子的爹的人选, 是不是有足够的工作和经济能力, 身体是不是健康, 精神是不是健康, 因为就像在中国以前我们结婚前还有婚前体检, 有些人有遗传疾病啊, 有什么问题, 他甚至从来都没告诉过你,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 甚至有的人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啊, 带着他两个人做一套, 就是如果打算在一起结婚的话啊, 去做一套这个体检, 详细的各种体检, 你的体检给他看, 他的体检报告也给你看, 你说如果他向你求婚之后, 这是后面的事情, 你说我们要做一个体检啊, 对这个这个未来的生活和这个孩子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你要知道, 如果说这个人身体有重大的疾病, 遗传性的疾病, 又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你真的是要好好考量了, 是不是要该事实止损的时候了, 如果其他的条件还可以啊, 这个这个除了现在看上去有点不大成熟啊, 这个责任心差一点点以外呢, 其实如果其他的事情还还不错, 你还认可他这个这个激将法, 有可能会让你很快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这圣诞假期之后准备谈判他回来, 你就整个这个假期就对他带搭不理, 我跟你说不要太上感着, 一太上感着得到容易的, 他觉得特别踏实, 他就不会珍惜, 有时候没有办法, 这就是人性啊, 所以我们经常说单纯的女孩子就是容易被别人欺负, 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我们不要做这个经常被人受欺负的人啊, 是时候该要宣誓你的主权了, 对吧, 我们的要求不过分, 在一起四年的时间了, 真的是这样啊, 另外呢, 趁着圣诞的假期, 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享受一个人的时间的, 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时间, 整理自己的思绪, 把现在的问题写下来, 你可以写长篇大论的日记, 或者是心灵的这个感受, 就把它写下来, 找一些比你年长的, 经历事情多的闺蜜, 吐吐中长, 说说你的烦恼, 看看他们的意见, 我想有时候就会让你毛色顿开,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人生也就在我们经历着不断的这些折磨, 甚至是啊, 或者是人生的一些经历当中, 苛苛盼盼的, 我们在一天一天的成长, 变成日后那个成熟的你, 所以呢, 在这里明明也祝福0990, 能够得偿所愿, 能够生活的顺遂又开心, 好了, 这个圣诞节就祝愿你圣诞快乐, 也希望你好好的享受, 这个自由自在的时间, 你不知道明明多羡慕你哦, 没有孩子, 又可以想去哪去哪, 好好的珍惜这个时间, 因为一旦达到另一个人生的阶段, 像我这样,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会少之又少, 而且非常珍贵了, 如果我现在能够回到, 有孩子以前的那个单身的那个时间段, 我现在想想, 啊, 那个时候我怎么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去那些我想去的地方, 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可是经常是, 到了现在不能说走就走的时候, 才想起后悔来, 好吧, 就希望你过一个这个无怨无悔的圣诞节, 有什么话想要对明明说, 欢迎继续给我发短信, 我相信呢, 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呢, 好的, 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明明信箱就到这, 要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如果想看明明的短视频, 记得在微信视频和YouTube上搜索明明在美国, 在抖音小红书和TikTok上面搜索明明信箱, 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 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